最后的这一段呢是想要跟大家快速简介一下 就是近期的这些技术 就是从TrackGP出发 然后跟一些相关的变形 那这个界面呢 其实它就是通常我们会统称它是Generative的AI 那如果是在语言这一块的话 就是Generative的Conversational AI 那这其实Generative的意义 其实就是它生成式 它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直接生出来 那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过去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就是相继的推成出新 所以一个工具它刚出生的时候 其实很多领域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慌 其实现在这一次TrackGPT出 大家会形容横空出世 对大部分情况我们会以为很恐慌的这些产业 当然就都恐慌了 但是一个我没料想到的是 其实有很多系上的同学也觉得天哪 现在TrackGPT好像写程式写的比我还好 那我真的未来还有工作有饭吃吗?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什么样子的Skills其实是我们需要具备的 那这样子的工具它到底是会取代我们 还是我们有办法去利用它的能力 然后达到更好的成果 那我就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学习的一个金字塔图 那其实我相信大家过去求学的过程中的考试 可能很多考试会比较focus在最底层的这些记得一些定义啊 记得一些名词解释 记得一些年代 对我们都考试 因为我们都是closed book嘛 但其实你知道当我们出社会之后 记得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随时都可以直接用搜寻情 搜寻到这个资讯 它到底是哪个 这个战争到底是哪一年 然后这个东西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需要具备的能力其实是 我们能不能够有效率的去理解 搜寻回来这些文章 然后甚至是做一个重组 所以搜寻这个工具出来之后 人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其实是大大的不相同 因为过去在搜寻情出来 可能不知道大家出生了没 那个之前大家还需要图书馆 寻找书籍 然后看哪一个书籍里面有 你想要查找这个资讯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查找这个资讯 所以大家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就不一样 那我认为TrackGPT的出现 其实是push大家的能力再更往上提升 但我们会看到是为什么 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搜寻情嘛 比如说如果我想知道什么是TrackGPT 这时候我们就用Google搜 用Google搜这个的假设是什么 这个假设就是你网路上存在一个网站 或是一个网页 或一个文章 它能够包含你想要查的这个资讯 所以你这个information 其实假设它的网上是存在的哦 所以如果它没有任何一个网站 没有一个网页 没有一个文章包含着描述什么是TrackGPT 你怎么搜都没用啦 所以这个搜寻情 它就是加速你找到你想要的这个资讯的过程 所以这就有点像是你去这图书馆 你会假设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这个知识 就是你要假设里面包含的一本书 它包含你想要学的这个知识嘛 如果它根本没有那本书 那你就找半天也找不到 所以以这个概念来看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好像不知道要搜什么 或是我搜了半天后 搜不到我想搜的 因为这个东西有可能根本不存在 网路上有一篇文章包含着你想查找的 举例来说 现在可能大家就非常惶恐嘛 各个产业都想学TrackGPT 那可能就会有些课程 就会问说有没有什么课程是TrackGPT 可以改变产业 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开这个课程 如果我把这个关键字拿进去搜寻 我已经把我会想到关键字 都拿去搜寻了 你可以搜寻到什么 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搜寻到这些 会有一些有一点相关的文章 有一点相关的新闻 但是好像没有办法直接被我拿来用在 在我去设计的这个课程上面 因为当下并没有存在一个课程 他就是在讲TrackGPT如何改变产业 所以你想要查找这个资讯 其实不存在的 这时候你用搜寻型 其实是搜不到的 那这时候这种深层式的界面 其实就比较适合 因为你想搜的这东西其实不存在嘛 所以你就要用深层式的方式 让他把它升出来 同样的这个问题我问TrackGPT 我就问说我要进行一个关于TrackGPT改变产业的演讲 给没有AI被你的听众 请帮我设计演讲大纲 这时候他就给你这个 你会觉得还不错 他会知道你要先介绍一下AI 介绍一下TrackGPT 然后给他一些产业中的应用等等 那我可以再追问嘛 我会问说怎么用在资料的分析跟视觉化 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或是我还不太确定这边讲的对不对 会不会根本还没有被用在视觉化 但是他就呼隆我说 你可以用在视觉化 所以这边我也需要具备一些Domain Knowledge 我才知道怎么追问 那这种状况呢 我就觉得他不像是原本的Information Seeking 不是我要查找特定的知识 而是我想要做一些Brainstorming 这种深层式的好处 是他可以给你一些素材 让你去做后续的Refine跟想像 所以我这样就知道 我可以从这个大纲开始出发 然后去做微调 然后再符合我真的想要 产生的这个课程的细节 所以这个深层式的这种界面 我觉得他的使用情境 跟原本的搜寻情使用情境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大家可能会讨论说 是不是搜寻情会被取代 其实我觉得他不算不会被取代 因为搜寻情还是有需要用搜寻去搜的情境 你真的有存在这个目标 你用搜寻情它可以有效率快速帮你找到 这种需求其实还是存在的 只是过去很多Brainstorming的需求 都会跑到搜寻情去 那现在只是Brainstorming的 它就会拉回来用深层式的这种方式来做 所以的确使用量在搜寻情上面 的确就会下降 没错 那我们又回到这张图 为什么说大家的能力需要提升 因为刚刚有讲到 我们是不是有了搜寻情之后 大家的重点集中在我要怎么理解 怎么Apply 但是现在有了ChatGP这样子的界面 这样子的工具 我们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就变成是 好 首先我要怎么把 我现在这个问题拆解 然后做一个适当的小部分 各自去问它 然后最后再把它组合起来 跟我要怎么去判断说 它给我的这一个大纲 里面内容到底对不对 我要怎么适当的追问 所以你的Evaluation 跟Analysis的能力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要能够做好Evaluation 其实你也需要具备足够好的Domain Knowledge 不然你其实也没办法评估 它这样的回应 是否正确 以如果大家都是资工系的同学 你以程式这个为例 它给你了一个程式码 如果你完全不懂程式的话 你其实没办法判断 这程式码有没有错 符不符合你的需求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要有某种程度的 程式的能力 你才有办法去判断 说明它给你的有bug 然后你可以再追问一下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bug修掉了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懂程式的话 你其实不知道它这个回应 怎么样 你就只能假设它可能是OK的 然后直接丢进去用用看 所以你还是需要具备 基础的这些能力 然后适当的分析的能力 切小然后去追问 所以上面的这边的能力 就变成是我们现在需要具备的 可能过去大家着重在这一块 就是一条一条程式码要把它写好 但现在你可能不用着重在 这么细微的 我们要着重在 能不能够快速的把它拆解成好的 然后用这些工具快速做到 有点像是你是一个老板 你要指派下面的小AI 小AI只会做一些基本的事情 然后你要指派给他 然后让他能够帮你 把这些小部分做好 然后你把它兜起来 这个能力其实就变得更加重要 所以就来到这个ChatGPT 它的背后的技术 到底怎么做的 那ChatGPT它是Chat加GPT嘛 所以它就是一个 跟聊天相关的GPT GPT它的群名叫做 Generative Pre-Trend Transformer Generative就是生成式的 它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生出来 刚刚讲过了 Pretrend就是预先做一些训练 就是做了一些机器学习 Supervisor训练 那Transformer就是一个Google 推出来的模型 它叫做就是变形金刚 那就当成是一个名字就好 那前面我们有讲到 它就是Attention Based的这个模型 在2018年就是5年前 这个模型就已经被推出了 直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 在研究上面 跟实物上面都是 那它当时的做法 其实跟现在做法都一模一样 只是它那时候的资料比较少 它那时候只用了5G的文字资料 其实5G全部都文字 其实也不算太少了 有7000本书籍 里面有非常多句子 它把一个句子拿出来 比如说这个句子是Vivian go to make tasty tea 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Transformer里面 然后我开始训练它刚刚说了是supervised训练 所以我的资料就是第一笔资料 看到Beginning of Sentence 然后你要接这个句子的第一个字Vivian 所以这是你的资料的输入 这是你的资料的输出 然后你就让它去做学习 第二笔资料 看到Beginning of Sentence跟Vivian 你要接goes 以此类推 你就一直从前面已经出现过的东西 然后一直去接 在这个句子里面下一个 应该要接的 然后你就让他做这个接龙的训练 所以当他看了7000本书之后 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会接龙的人嘛 非常会接龙的模型嘛 那就很像是你训练一个小朋友 你一直让他接龙 他当然就很会接龙 但不过在那个时候 只有7000本书 大概5G的资料 他可以接词汇接的很不错 可是你要他接到一句 甚至是一段文章就会烂掉 就他可能后面就开始不太会讲了 但这也很合理 因为小朋友他接一个词很容易啊 你要他衍生到接一句就难度比较高嘛 所以就会比较没有办法接的那么好 也是情有可原 所以在第一代的时候 他的生成文字的能力还蛮弱的 就还没有办法生成出reasonable 完全文法通顺的句子 那隔年就出了第二代 第二代也是一样 就用接龙的方式做训练 只是他的训练资料来到了8倍 40G 他发现当我的训练资料变多了之后 那当然我的参数也要变多嘛 就是模型的这个复杂度也要变多 有点像是你要记得比较多的东西 你需要动用到你比较多的脑容量 那个模型要变大一点 他发现第二代的生成能力 其实就已经不错 在那时候其实就可以生出 还蛮通顺的句子 但当然跟真人写出来的还是会有差 但你会觉得他其实已经是通顺的 make sense 只是没有那么的棒 所以他发现说资料越多 他就会写的越好 所以在隔年2020年的时候 他就出了GP3 用了45T的资料 这个资料呢 他就把网路上面超过8年 所有资料去爬下来 全部都是文字 都是文字哦 就是45T超多 全部用接龙方式位进去 然后我的模型的size 就来到了175B的参数超大 然后去训练 他就发现说这个的生成的能力不得了了 非常的强 他有做一个实验就是让人去判断说 这是AI生的还是真人写的 人的判断 像模型这么大的时候 人的判断力跟乱猜是差不多的 就代表人已经没有办法判断 这到底是不是AI写的 那大家现在已经看过 全GP3的能力 你就会发现 AI写的可能比人写的还更好 他比较不会犯文法错误 人可能还会犯 因为他看过的资料 绝对比你跟我还多 那第四代其实在近期也是推出了 大家都非常好奇 他的训练资料有多少 跟参数有多大 这时候他不告诉你 所以很多人猜测 说不定其实参数量是比第三代还小的 或者是差不多 并没有真的变大 只是资料量变多 不确定 那这是他不告诉你 但他有告诉你的就是他的效果如何 他比第三代好了多少 他只告诉你他的结果 不告诉你这些小秘星 那到这里 他就只是一个非常会接龙 非常会写作文的人 作文的AI 有什么用呢 大有用 如果你有任何 只要是语言处理的问题 你把它变成接龙 你就可以用他 所以这件事情就叫做 Promping Promping是提示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希望他帮我翻 我希望做一个翻译的任务 过去我可能就要训练一个 专门翻译的模型 现在不用我把翻译变成是一个接龙的形式 丢给他 让他帮我接 那他就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翻译的这个任务 比如说我就叫他接 Channel English to French Chese 箭头 他是不是 如果他很会接的话 他是不是就会接出 Chese的法文 所以这件事情就叫做 Promping 那当然有可能他 你直接叫他这样接 他就接的没有那么好 没有真的把Chese的法文接出来 那你可以给他一点点 例子 让他比较知道你要他干嘛 所以像翻译的话 稍微比较明确一点 所以可能不一定需要例子 但有一些问题 可能他可以有很多种理解的方式 可以有很多种输出 所以你给他一些例子 是有助于他去理解 你希望他做什么 所以你可以给他一些这个例子 他就比较能够知道 你这个任务要干嘛 但是这件事情 全部还是用接龙的方式去接 你就是这么用 然后他有做实验 然后就发现说 GP3他只是一个基础的模型 然后竟然就可以达到 传统我们这种特别训练一个 比如说做翻译的模型 或是做分类的模型 差不多好的效果 那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更好 那到了这边 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 GP3已经惊艳大家了 为什么还会做一个 ChatGPT这样的变形呢 那大家有听过ChatGPT 它是做在GPT3.5上面 那什么是3.5呢 3.5它其实就是3的一个微调 所以它的资料量 其实预训练的就是跟3是一样的 模型size也是跟3一样 只是它做了一些调整 就变成3.5 那为什么要做3.5 因为有的时候GP3没办法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就是它没有办法产生对于使用者来讲好的回应 什么意思呢 以我们是开发者的角度来看 我们开发一个工具 我们希望这个工具具备一些我们期待它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期待这种AI工具需要有3H 第一个就是要对于使用者是有帮助的 因为它是工具嘛 它当然要能帮助使用者啊 那第二个就是它要诚实 不要捏造讯息 不要误导别人 这个目前显然是没有办法做很好 第三个是不要伤害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像是你现在如果问它说 现在我站在楼顶上 好像天气不错 下面很多人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做 这时候回答非常的重要 不能乱回答 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自实的知道 应该要敏感议题要拒绝回答 但是GP3会知道吗 当然不会啊 因为它就只是要做接龙而已 它怎么知道你对它有这个期待 它当然不知道 它就只是要好好的做接龙 这里就举三个例子 没有办法对使用者有帮助 是什么例子呢 这个是一个真实大家会 大家真的在用GP3的时候 它的输入 它希望它能够Explain Woodlanding 给6岁小孩子听 好 接着它开始接龙嘛 对不对 GP3回什么 GP3就开始照样照剧 它就说Explain a theory of gravity Explain a theory of relativity 你硬要说它接得很烂 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很烂 它其实是也有它的道理在的 可是这很显然不是这个使用者想要的吧 使用者想要的是下面这个 真的是用前写一等的文字去描述登录月球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期待跟现在它的生成的结果是有出入的 它现在的这个结果显然对使用者没帮助 那第二个就是Honest 我们希望它不要捏造讯息 但是这种预训练模型它会有一个状况 它会有很多的Hallucination 这个字呢 这个英文字非常复杂 对我也是最近才学会这个字的 它是幻想的意思 那这个幻想我们简单就把它当成就是脑补啦 它脑补能力非常的强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从过去的资料中知道接龙嘛 那你要很会接龙 那就是你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脑补能力 所以脑补能力是它在这种大量资料训练下来所具备的 而且其实我们也希望它能够适时的脑补 因为有的时候你脑补的资讯如果是正确的 你其实可以对于我的资讯有帮助 比如说我叫它提到这个Hotel 就像刚刚我的那个例子 然后这个Hotel的价位是中价位 然后它产生一个通顺句子 它就会说 The Hotel name Pigwick Hotel in San Diego 在中价位 嗯? 它脑补出它在San Diego 但有可能这个Hotel真的在San Diego 它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呢 它可能过去在预训练的这些资料上面 看过非常多次这个Hotel 后面都接Located in San Diego 所以它自然能觉得这样接非常通顺 它就把这个正确的资讯脑补上去 那这是非常棒的 因为我们就可以让这里面的资讯量 更变得更丰富更全面 这样子我讲出来的话 经过它脑补正确的资讯进去后 就会变得更完整 就像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说 蔡总统 我假设你知道谁是蔡总统嘛 但假如说有一个人不知道 那他是不是就以为是蔡依林吗? 但其实不是嘛 那如果AI可以帮我补完 只要是蔡英文总统 那这时候就我们之间的理解就没有落差 就很不错 但是脑补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太过会脑补 你有可能脑补出错误的资讯 比如说他可能看到很多hotel都在Sandyago 就觉得这一定也是在Sandyago 但可能不是啊 所以错误的资讯反而会上升 你的产生这个内容的安全性 因为有人可能就跑到Sandyago去 找这个hotel发现找不到 就像你叫他推荐行程 你跑到新竹去 说你要住这个饭店 没有这个饭店 那就完蛋了 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呢? 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 最主要的原因是 你的不同的应用 你其实会需要不同程度的脑补 比如说如果你是拿他来帮助你写小说 你当然希望他尽可能的脑补 你可以有很多素材去做幻想嘛 那如果你是做一些比较偏 写个新闻 你希望里面资讯要正确性要比较高 你就不希望他脑补太多 所以这里面你不同的应用 你所需要的具备的能力 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要他完全解决 其实不太可能 那第三个h就是不要伤害人嘛 比如说使用者问说 我要如何霸凌状呢? 这时候GP3就说 有很多方法可以霸凌他哦 告诉你一些建议 你可以这样做 这样OK吗? 但不OK 我们希望他可以很官腔的教育他一下 霸凌别人不OK 你看到现在有很多社会事件 你有没有看黑暗荣耀霸凌是一件 非常严重的事情 趁机教育他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他的回应 他现在的回应跟我们的希望 也是不一样的 怎么办呢? 所以有这三大问题嘛 这三大问题就是我们期待的 跟他现在的输出是不同的 那我们希望他能够更Follow 使用者指令 能够更不要乱脑补错误的资讯 然后也可以在敏感议题上面 适当的回避 我们就要想一个方法 可以用一个比较general的做法 都可以减缓这些问题 我们下期的准备 我们下期的准备